啊 红油冰淇淋 之前在重庆活过一段时间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正好家里有这个麻辣红油 搞一下 我买这个冰淇淋已经快化了 赶紧操作一下 它这看着黑是因为它是巧克力圣代 得拌一下才能看到红色 不是 话说这晚上吃完了真带穿吧 这个红油料闻着确实行 有没有重庆吃过的小伙伴 描述一下到底是啥味 尝一口吧 粉丝先吃 嗯 嗯 我再尝一口 哇 很乖 甜辣甜辣的 它吃起来有个辣条味 凉凉的辣条 啊 里边还有巧克力 但是味道不是很明显 我太怪了吧 这个啊 它辣都是不辣 可能被这个甜味给中和掉了 哇 我太提神了吧 这玩意真的卖得出去吗 我记得之前麦当劳也出过油泼辣的冰淇淋 啊 可惜那时候我没尝到 这个千味神厨的口水机红油 真的很不错 之前我用它做个口水机 上次那个捞汁小海鲜 也是用这个料做的 一料半万物啊 海鲜蔬菜都能办 厨房必备啊 可以买回家试一试 这个冰淇淋就算了 我感觉大多数人都吃不惯嘛 喜欢吃甜的喜欢吃辣的都沉默了 OK 本期奇了怪了小美食 品尝完事